2. 經濟日報 台灣 台灣五十短線有望反彈 2015年7月12日全民搶百萬S十簡威失台股上週五十日 因颱風解憂數一日 6. 港股聯手反彈大漲 歐系外資分析師認為 6. 港股市恢復穩定 有助台股本週開盤暫別恐慌氣氛 回歸基本面 電子旺季行程 不過 索銀證券提醒 系統性風險未除之際 暫時採防愈性投資策略較佳 有監於此 投資人要留意國際股市的波動 但看好台股指數短線反彈走勢 不妨考慮台股 50正向二倍00631L 於台灣五十 阿股經歷八日創錯後 暴風核心的綠股 港股過去二個交易日分別強勁反彈 一成與近6% 市場目前對是否已回穩 仍有爭辯 但短線恐慌分為將銀行程稍微回溫 而有所淡化 原帶頭顧中國 A股策略分析師蘇玉慧認為 中國大陸不僅是政策導向的經濟體 除了大陸一帶一路長線發展政策已經確立 象徵大陸積極深植經濟成長基本面外 根據他的查訪 不少還在場外的基金 正在等待進場點 就等籌碼浮雅清洗告段落 待波動度降低 研判本月下旬6股將有法人資金進場 帶來的回升機會 樂觀派發人著眼6股回溫後 台股由進入電子出口旺季 可望揮別國際資金調節 因爲將野村、巴克萊等大型機構 對台股該點預測值都在晚點附近